环保火箭炉 火力嗡嗡嗡 这个体网做的东西火力超强 有个神器的名字叫火箭炉 用七根竹块或小树枝 就能煮出两杯咖啡 两个荷包蛋和一个青椒 很省燃料是联合国在非洲 推行的低燃料工具 做火箭炉要准备三个铁罐 当内罐外罐和侧罐 内罐一定要比外罐小一些 也就是可以顺利地放进外罐上中 接下来要确定罐子位 先把内外罐平放 内罐要比外罐涂出两公分 而内罐底线决定侧罐的位置 侧罐大小要描在外罐下半部 但位置不能超过内罐底线 描好以后用钉子敲出小洞 才方便铁片剪刀剪出放射状 用钳子把铁片全部往内压 调整一下 先确定侧罐能塞得进去 也就是会相互卡住才不会移动 签名突出的铁片要减短 试一下侧罐也要能塞进去才行 接着在内罐上方也就是突出两公分的地方 开一圈通气孔要六到八个左右 内罐就算加工完成了 侧罐就要先把底部去掉 在大铁罐的封口片上描出直径 两边要折成直角 塞在侧罐中间 组合的时候如果内外罐距离太紧 就要把外罐的罐口那一圈去掉 然后再放内罐 再把侧罐塞穿两层罐子 要塞一半到里面 内外罐的缝隙就要用花泡链石填到八九分满 可以当作保温层 用的时候里面先丢碎纸 点火再从侧罐的上半部加小树枝 下半部要留着当通风口 对流旺盛就会带动火力 这些小树枝的火焰大概有二十公分高 厉害吧 但锅子外面会黑掉 建议用一个专用煮锅 还有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会有涂漆燃烧的味道 不论第一次或平时 则火箭比较适合在户外或阳台发射 东新闻特别报道 好 好 一 Eco 好 好 一